淡水呢真的就是 一如大家的想法一樣 我每次跟新北市人講說 啊你要買捷運嗎 捷運去淡水買好 這樣淡水有捷運喔 你看就在這裡輕軌多棒 啊淡水好遠 你馬上想好遠對不對 新北市淡水 明年淡水跟今年幾乎是一樣 你看我今天在錄影的時候 當然今年天氣比較好是20度左右 可是氣象報告說過幾天 什麼零度震盪會到台灣 聽起來好恐怖 好像台灣變零度好像要下雪 幾年前有下過一次雪 那現在是不是又要下雪呢 希望 可是下雪對於台灣的房子是很危險 因為會裂會漏水 台灣的房子都沒有考慮到下雪這個問題 現在目前北京日本韓國都下雪 台灣不能下雪 上一次的下雪 讓很多的房子全部裂開 因為熱帳冷縮一縮下去 然後再站回來 你的房子就裂開就漏水 管子就爆炸什麼都會發生 危險 那淡水呢 賣不掉也不敢加價 是一直以來的痛調 明年也是維持這個痛調 賣不掉加價賣是嘗試 可是你看 海景這麼漂亮 這個社區非常積極的想要多賣一點 甚至都在討論 對面的沙倫海水浴場 是否維持營業的狀態 因為在我們年輕的時候 然後沙倫海水浴場是我們很常去的地方 去那邊幹嘛 優惠吸毒打炮 好啦 陽光沒有陽光 因為白天它有很多離岸 這是一個經常死人的危險海灘 所以在我們這一輩的人 是不會住在這附近 或是來這邊幹嘛 你說晚上去走走也絕對不會去 因為冤魂太多 你要想一個暑假死很多人的海灘 你敢再去嗎 不會 只要你經過那一段 就我們這個年紀以上的人 都不會去 所以這個案子賣給誰 不認識淡水的人 賣不掉 所以想說把這個沙倫海灘 弄成合法沙灘 能夠在這邊真的去玩水 那至少增加點賣相 所以淡水是很認真 努力地在試圖突破這個障礙 除了很冷之外 就是你來淡水要幹嘛的事情 因為淡水真的就是 一如大家的想法一樣 我每次跟新北市人講說 你要買捷運嗎 捷運去淡水買好 淡水有捷運喔 你看就在這裡輕軌多棒 淡水好遠 你馬上想好遠對不對 是 然後我說好 那你要去 然後他就會問我說 那鷹哥可以嗎 我說鷹哥也很遠啊 可是鷹哥好像有捷運 投資客 因為淡水就這樣了 就這樣了 沒有什麼新的東西 就這樣了 所以你沒有任何想像空間 可是像鷹哥三峽這種 你還有想像空間 所以你會覺得說 投資鷹哥好像比較好一點 但是我提醒你 這些地方都已經沒有想像空間了 該有都有了 比如說鷹哥有捷運 但是你忘記去評估 鷹哥坐捷運到台北 到底要多久 他的那個時間的程度 跟淡水幾乎是一樣的